廉價天氣放晴之後 國道高速公路 湧現了出遊以及掃墓的車潮 昨天國道全線的交通量 是平日的一點三倍 高工局預估 今天廉價第四天 也是以北返車流居多 建議用路人提早出門 為了趕在下午一點前 高承載管制國務北上 不少民眾提前北返上國道 許最南端入口回堵一點五公里 到了下午兩點多 宜蘭道頭城路段 還出現直爆 時速只有六公里 高工局表示 清明節廉價第三天 國道全線交通量 預估一百一十八百萬車公里 為平日年平均的一點三倍 主要是北上車流 國務北上車潮 恐怕會一路塞到深夜十二點 而預估四號週二廉價第四天 也是北返車流居多 建議用路人提早出門 一百一十五百萬車公里 那平均起來也是平日的一點三倍 那本局一樣是建議用路人提前 在早上九點前 跟南部用路人在早上九點前 中午在中午十二點前進入國道 而氣象局也表示 廉價最後三天全臺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就東部及西部山區 偶有零星短暫震雨 一直要到清明廉價過後 週四週五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封面通過 北部東北部又將轉為 濕涼的天氣形態 而為了強化氣民廉價輸運 臺鐵也加開兩百三十三列次加班車 臺鐵局表示三月三十一號總共輸運七十五萬多人 其中東線六萬多人 創下疫後輸運量新高 四月二號單日運量再破七十萬人 其中東線六萬人 記者綜合報導